下面我们讲麻性食干汤的临床运用 第一,辩证要点 本方位治疗表邪未解邪热拥肺症喘咳的基础方 因石膏背与麻黄 其宫重在清宣肺热,不再发汗 所以临床应用以发热、喘咳、胎薄黄、脉硕为辩证要点 伤寒论原用本方治疗 太阳病,发汗未愈 风寒入里化热,汗出而喘 后势用于风寒化热或风热泛肺 以及内热外寒 淡见邪热拥肺子 深热喘咳 口渴脉塑 无论有汗无汗 皆可以用本方加减治疗 对于麻疹以痛或胃痛而出现 深热、烦躁、咳嗽、气粗而喘 属整毒内腺、肺热之胜者 也可以用本方加味 第二,加减变化 如果肺热肾、壮热、汗出者 以加重、深石膏用量 并着加、伤白皮、黄琴、脂母 以倾泻肺热 若表邪偏重、无汗而勿寒 深石膏用量 以减轻、酌浆、薄荷、书业、商业等 以助截表宣费之力 如果谈多气急 可加琴粒子、琵琶叶 以降气化坛 若谈黄愁而凶闷着 可加、瓜劳、贝母、黄琴、节梗 以清热化坛 宽凶立格 第三,现代运用 本方常容易感冒 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炎 支气管肺炎 大液性肺炎 支气管哮喘 麻疹合病肺炎等 所谓表阵未尽 邪热拥肺炎 第四,使用注意 风寒可喘 谈热庸肾炎 不得使用本方 第五,复方 月壁堂 来源于金贵要略 由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干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组成 具有发汗沥水的功用 组致风水加热症 临床表现可见 雾风 一身吸肿 脉伏不可 蓄致汗出 五大热症 月壁堂 与麻性石干汤 所致之症 皆有汗 都用麻黄配石膏 以倾斜肺热 月壁堂症 以一身吸肿为主 这是水在基表 故加大麻黄用量之六两 并配生姜 并配生姜 以发泄基表之水师 用大枣 制甘草 意气健脾 意在培涂治水 不喘 故去杏仁 麻性石干汤 以可喘为主 是肺食宣酱 因此 用麻黄配杏仁 甘草 来宣酱肺气 只可贫喘 下面还有一个比较 是麻性石干汤 与麻黄汤的比较 麻性石干汤 与麻黄汤 都用麻黄 杏仁 甘草 而致可喘 但麻性石干汤 主致之可喘 是表邪入礼化热 拥饿于肺 所以用麻黄配石膏 清宣肺热为主 坚以解表去邪 麻黄汤 主致之可喘 是风寒酥表 肺气石宣所致 故以麻黄配贵枝 相须为用 发汗解表为主 坚以宣肺拼传 两个方仅仪药之差 其功用 即组织病症 病机却大相侵听 重瘾 精欲浅药配物 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有一个问题 需要理解 就是 为什么麻线石干汤 治疗 肺热 喘咳 有汗无汗 有表无表 都可以运用呢 理解这个问题 你的视角 必须站在 血液拥肺为主 这个病机上 尽管可能有表证 但是表证是次要的 可有可恶 无汗是因为表邪于必胜 有汗是因为理热深重 增腾经验外泄 所以在治疗上 用麻黄配石膏 亲肺频喘 用麻黄配杏仁 宣肺频喘 如果无汗 麻黄可以发汗接表 有汗 顺势膏 可以倾斜里热 有表证 麻黄可以接表 无表证 全方 专师 亲肺频喘 好 麻线石干汤 就讲这么多